來看見多久對到 所謂新聞情的質疑 這個行政院警務所政策 頂立大運動宣傳播講講官來撒 這個政府委員東宏 今天表示講官不是說要停下來 現在也在進行法庭和主案 這方面的準備 所謂新聞情EID 因為主案頂頂的問題 引起國界有紀錄 行政院有所政策 頂一代董議講官推動 接著這件事 行政院政委等風十個計算 講官不是把卡包停下來 也想在推動EID 各方面的整備工作 為了讓民眾更加了解EID 等於我和睿政部長 是高雄開地步 共調說政府不會將 民眾的所謂價值 不過也有犯罪的嚴重 不理督等風十個計算 在這個疫情之下 民眾體驗到更多 政品化健保卡的公寧 同樣的經驗 不可以應用在這個EID 只舉一個例子 就是健保快易通 還有健康存折的使用率 就提高了十倍也不止 所以當然是大家對這方面的想法 以及對數位身份證件的期待 都因為這一年的體驗的關係 一定是有提升了 將對憲政儀要推動組織改造 設數位發展部 也不如修法的進度 延遲 當方說憲政儀會在立法院 新會期上出相關法案 讓李偉來進行討論 記者總會報導